在台北的青田街 有一片很漂亮的日本宿舍 大過代代老學長富斯年 還有書學很出名的 建武堂營業院長沈鋼伯 在新民長的紅包都過身後 代代在今年把宿舍收回去了 有今天賓獎現在煩惱 老廚 怕讓人外包去開餐廳 我小的時候也最喜歡 就趁他有空的時候 到他書桌旁邊 他會給我講一些故事 所以我也是童年在這個小房間 度過很多溫馨的時光 想到碎晨時 心臉座越光越高興 他是代代經文堂營業長 這段他從美國全天回來 要在這間宿舍 讓台北收到回去 正前 把北部的東西趕緊看一看 藏在台北青田過行的 裡面 這是在疫苗掌控 那當中規定台北 帝國台下日本教授 他們自己買對 自己設計 來去這片日本宿舍 完全是這個日本宿舍 但是熄來很多地方都是很後悔的設計 像說這個後面 這裡有一個銀色的湯 銀色的湯 這就是很有特色 菜式不在銀色的湯 這在那當中是很怕很近 裡面客廳也是後悔的 六角形的設計 而且這間宿舍 大部份都是以前 族本的設計不相改過 它是兩面都可以開的 那這一面的話是通向 這是一個小飯廳 那那一面就是通向廚房 傅思年傅先生 他是因為健康的理由 所以他家人管制他一些飲食 所以他來的時候 就會自己跑到這個菜櫥來 把門打開 然後在裡頭看 有沒有他喜歡吃的 有的話就拿出來吃了 這間八十年日本宿舍 心甘在這裡多超過六十年 這台對新娘做 一公平原的故事跟學業 當然會依依不捨 所以也是希望這個房子之後 能夠作為公益的用途 或者是學校把它當成 一個延伸的辦公室 或者是教室 這樣我還可以再回來看看 剛秀參在對基民都希望 這間宿舍將來當作本化 高有所用 不可能更多包含最長天 那不像有可能的 迫害這些國際 跟黨隊性外拼起 但是代代的標示 一切就要看 厚小的蘋果 記者 等級營宗 第八彩虹報導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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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